参考消息网12月28日报道 英国尖刺在线网站12月27日发表题为 拜登打击中国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文章 作者是菲尔玛伦 文章摘编如下 过去一年里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加剧 拜登利用中国威胁来证明 在国内产业政策和控制对华技术出口方面 采取更强硬的做法是合理的 他8月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案 二者均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 两个月后 拜登政府公布了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购买先进的半导体 和相关芯片制造设备 不仅如此 华盛顿还将这一禁令扩大到西方 和其他大量使用美国半导体技术的外国公司 通过寻求阻止中国崛起为高科技国家 拜登政府将贸易和技术战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这一切都表明 对世界稳定的主要威胁 不是来自中国崛起 而是来自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 希望遏制中国发展的煽动性行动 华盛顿的挑衅使冲突变得更多 而不是更少 然而美国在过去20年里 经济和政治实力已大大减弱 美国不再能够领导世界 拜登政府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局势紧张和分歧 一段时间以来 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 也越来越担心他们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针对美国试图保护和壮大自己的战略产业 眼下正在发展自身技术能力的不仅仅是中国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所谓盟友也在这样做 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它能阻止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尤其是在中国已在数字支付绿色能源 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领域显示出创新潜力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避免一场潜在的灾难性冲突 华盛顿需要停止执着于自己统治单级世界的幻想 它需要放弃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 美国应该承认正在变化的秩序 然后利用它拥有的剩余影响力 来帮助建立一个稳定的多级世界 继续沿着抨击中国的道路前进 对谁都没有好处 它将只会导致一个更加分裂对抗和危险的世界